很简单,也是解决,比如说,我觉得这个每次都还要再笨笨的自己再新增一个工作表,对不对,然后再把资料放过来,那我是不是可以聪明一点的做法,就怎么样呢,我可以在这边再增加一个,增加一个什么呢,增加一个按钮好了,这个按钮呢,就很简单,就是我的需求,可能突然老板会希望说,因为你做了很多东西,他会想说,你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个东西在这边呢, 一个按钮,这个按钮的话呢,就是,比如说叫做什么呢,查询,这边的话,那这边先取消一下,这边可以怎么样呢,关键字查询好了,比如说地址,所以打一个关键字好了 然后呢,这个关键字查询,按下去之后怎么样呢,他可以蹦出一个input box 然后呢,帮你做完之后怎么样,自动帮你把结果call到一个新的什么呢,新的shits里面 并且把那个shits命名叫你,就是你自己打的那个关键字,然后再切回来,让你可以再做下一个动作 嘿,这样感觉很贴心吧,那你以后的话,查完这东西都放在后面,可是问题来了,怎么做,会不会很难做 基本上我会教各位的,应该都很简单,太难的我也会教你们 因为呢,太难的东西教你们,我自己反而更头痛,因为大家听不懂,讲了也是白讲 所以,非常的简单,大概城市只要多个两行城市就好了 因为两行城市对大家的记忆力的负担应该很轻微 应该还是可以记得起 所以这里的话呢,我们怎么做 首先的话,第一个城市部分要改哪些 第一个,那这里的话,我想我们也是把这地方 把这个城市再复制一下好不好 在底下再贴上,要改一个名称好了 这地方的话呢,比如说改成什么呢,叫做关键字,查询好了 这样的,ok,好 接下来的话,这个部分不用动,一样,对不对 接下来,这边也是一样,然后它查到的东西也不要动 所以上面基本上不需要更改 要更改的部分就在这里,就是要抠到哪里 那它告诉它说,你第一步,新增一个工作表 那工作表其实,在那个,我们的Excel里面,它的名称 除存格叫Sales,范围叫Range 工作表叫什么呢,叫做Shit加S 跟Sales这样,Shit 那增加的是什么 第一步的工作,就是要让他们进入了很好